大家好,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国内这么多互联网企业喜欢GitLab 包括我待过的几个公司 包括阿里的云都在用GitLab 为什么呢?我大概想了想 2011年我开始接触Git 同时期GitLab也进入了我的工作的世界 那么当时呢 GitLab还没有提供什么GitLab自带的CI这种功能 它有的是什么呢? 有的是存放代码仓库 可以在GitLab网页上面看代码 看差异 还有就是已经有完整的CodeReview的流程 那么在那个年代 就2011年左右 就是其实用Garrett的公司也不少 最后呢我们还是 就是大家都在叫CodeReview嘛 都在说CodeReview的重要性 那么我们在选择平台的时候呢 义无反顾的选择使用了GitLab 后来走着走着发现GitLab 我们都非常的喜欢 这个喜欢的原因呢 有几个吧 第一个就是说 它不像GitHub 对吧 它提供了开源的 能够让公司 就是社区版本 在公司自己搭建环境 这个确实可以省不少的成本的 同时我们国内的这种互联网企业 相应的人员的技术力量 还是蛮充裕的 那么GitLab基于Luby on Rails 这套框架的这个维护的人员呢 还是有的 因此呢 很多公司就GitLab呢 不仅仅是拿官网的GitLab的 这个社区版本 还在这个社区版本上面呢 基于自己的应用场景 做奥次开发 好 所以大家对这个东西是 真的是非常喜欢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帮GitLab进行维护的人员呢 是很多的 差不多全球有几千号人吧 来一起维护这个GitLab 而且GitLab的文化就是 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的人 都可以向GitLab提这个 自己的观点 对吧 包括都可以来修改GitLab 这个文化也非常好 然后呢 GitLab它这个版本更新迭代 就是说不停的会有新功能出现 不停的让我们感受到 这个GitLab带给我们 很多一些新颖的 很有创新的 很有实用的这些功能 还有现在GitLab也加强 整个就是说 可用性方面的功能 也在加强 那整体就是说 GitLab它不断的发展 也有不断的人在维护它 对吧 然后呢 整个界面的布局 也是比较调理化的 然后不会把所有的这个功能 堆砌在一张页面上 它分割的比较细 对吧 易用性也非常好 估计使用GitLab 你稍微跟人家讲一讲 它基本上就会用了 没有什么这个使用的壁垒 是这样 综上这几个因素吧 然后让我们就是说 国内的互联网公司 国外的我也不能说不知道 当我打开GitLab官网的时候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官网上写的 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 还是比较客观的 没有什么催的东西 因为自己也在用这个东西 所以它好还是不好的 心里还是比较清楚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不妨来解读一下 官网上的信息 他说 第一个 GitLab 已经怎么样 在美国的这个企业当中 排名比较靠前了 对吧 在比较先进的这样一个 快速成长型的公司 它是一个 然后这点大家可以看一下 说它占据了整个 就是说自广 自广里的这个Git市场的 多大份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哇 这个承设的不就是GitLab吗 占了三分之二啊 对吧 然后还有一部分 确实这个BitBucket 也是很优秀的代码平台 应该是那个澳洲那边吧 有一家公司 我之前接触过 它就是那个文档 也写得非常好的 BitBucket 还有GitHub 咱们也知道的 对不对 它这里提到的是说 Self Manager的 是吧 就是公司自己有能力 维护这个代码平台的 它占了这个份额 GitLab是占了三分之二 原来这个还是 确实做的蛮优秀的 然后GitLab的CI 对吧 是就是说 它因为自己集成了 这个CI的功能 就代码CI 然后呢 还有项目的协作 就是交互啊之类的 都是一套系统 因此相应的就是说 显得这个性能 会比这种 独立的几个系统 做集成的这种的 要响应要快了 所以这个CI这一块 也发展的非常快 其实当时 GitLab的CI 它是不作为产品 对外输出的 只不过GitLab公司 自己在开发 GitLab的时候 它也需要持续集成 最后呢 有人提出建议嘛 说我们自己在用的东西 也是其他团队 需要的东西 那为什么不把这个CI 就放到GitLab的 这个产品当中 作为一个功能呢 有很多人是提出 这种想法的 一开始还反对的声音 还蛮大 但是这部分人坚持 说要弄 最后很可能公司会觉得说 那就试试看吧 看市场接受是怎么样 结果这个功能一推出 发现果真如此 很多公司都喜欢用 GitLab自带的CI 所以这块发展很快 是这样 你看这里一幅图 也可以看出一些东西来的 这些东西 我就目前为止的话 简坑是 对吧 肯定是 大家听过来 也是很有名的 开源的这个项目 对不对 用夹外写的开源项目 就不是云平台上的 你可以自己搭建服务的 对吧 然后Travis我们看到了 对吧 Travis的话 是GitHub上 我们做过实验 对不对 还有Sirku CI Sirku CI也是 GitHub上也是提供的 还有类似于这些 这些也听说过 这个时间比较久了 Bamboo之类的是 那整个的话 你看快要赶上Jankins了 因为我们知道 Jankins是一款 非常强大的CI的这个框架 而且也是开源的 然后GitLab比 Jankins做CI 大概要晚好多年嘛 对吧 但是这个你看 使用的这个比例 也是已经很高了 再看看 你看这里他提到了 对吧 差不多有2000多号人 就是为GitLab的 这个开源项目呢 做贡献的 所以说你说这个东西 早一点接触 肯定很好嘛 对吧 那确实是很不错 所以呢 我们这个视频课程呢 也把GitLab的一些功能呢 后续呢 就是说核心的一些东西 也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而且GitLab他自己 最近在讲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他指的是 他提供了整个DevOps 整个研发全生命周期的 这种完整的解决方案 下一个视频 我们讲一讲 GitLab提供给我们 哪些具体的功能好了 这种完整的解决方案 在这种完整的解决方案 在这种完整的解决方案